嗨 大家好 我是Irene 今天我們要一個我的好朋友 特別來賓 冠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冠志 我今天第一次在上我好朋友Irene的節目 她要教我如何做好吃的乾拌麵 對 因為她常常自己在台北 我就每天都常常怕她餓早了 所以大部分都會約她來家裡吃飯 那我覺得她開始要有自立自強的能力了 所以今天打算教你做一道 你最愛吃的這個炸醬麵 沒問題 那做之前呢 我們是應該喝個紅酒一下 今天我們的素材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的觀妙麵 然後再加上我們切好的這個五香豆干 五花肉 然後再來蒜頭跟辣椒 我知道你喜歡吃辣嘛 我再加一點辣 然後冰糖 然後米酒 醬油跟白胡椒就好了 這些都是我喜歡吃的食材 太好了 所以我今天教你做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輕鬆 就是我只要那個說讓你來示範 這樣好不好 結果就在旁邊翹著腿喝醬油跟酒 我要當個好男人 是 講話發音標準一點 我要當個好男人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YA 好了 現在我們移到我們的這個烹飪的地方 我們要用我們BEST的 IH 快速的感應爐來煮我們這道菜 哇 好高級喔 你不要看它這樣沒有活 手不要放上去喔 非常危險喔 真的嗎 真的是熱的耶 很快速就加熱吧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覺得我比較喜歡比較健康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不要加太多的油 所以你首先就先把我們的這個五花肉先倒進去 鞭油 讓它自然的那個豬油味道散發出來 我的問題 哇 欸真的不用了 它還可以這樣的器材耶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啊 這樣你在家裡就很方便 就是可以直接這樣子做 好滑嫩喔 對 貼著五花肉 然後家裡面五花肉用絞肉也可以 或者是你平常在健身 你不能不想吃五花肉 你不能吃雞肉 雞肉 其實都可以代替啦 所以說是 我們就把它炒到有點那個金黃色 所以這個我是要一直攪拌嗎 對 要不然你放著就燒焦啦 喔 OK 所以在家真的很少做菜 我在家其實很少 像我的話 因為我自己住外面都吃外食吃習慣了 我會自己煮的話就譬如說煮泡麵 或者是買好的那種火鍋 外面買好的然後回來加熱 那你說要叫我自己煮的話其實很難 那像這個為什麼教你做這個呢 因為它做好了之後呢 你其實可以冷凍一大鍋 你自己要拌麵拌飯都可以 然後甚至夾麵包 夾麵包也行 很方便耶 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很適合 就是獨居在外面的年輕人 還有不是講獨居老人 對 我差一點那種 年紀還沒到年輕啊 好 接著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爆我們的這個豆干 其實比較正統的做法 豆干是要乾炒 那我覺得說 因為我們就是想做一個爐到底 所以我們就其實一樣這樣下去 我們稍微炒一下 把那個豆干味炒掉 好喔 因為豆干味是有那個豆味 所以你要去除的方式 就我們先乾炒一下 所以剛好那個油也可以 吸到那個豆干裡面去對不對 對 對 然後這時候順便加上我們的 蒜頭跟辣椒 這樣顏色看起來好漂亮 對不對 是不是 看起來就胃口大開 整個現在香味 哇 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始上色 對 這是醬油 對 醬油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哇 豆干它顏色就很漂亮 然後接著再加上一些 我們的米酒去調味 你知道我們就喜歡 有點酒味嗎 對 喝酒祝開胃 是 沒錯的 這就是下酒好菜 真的 好香喔 欸 你幹嘛把豆干燒出來 欸 那個 那個不好意思喔 醜一 你看 菜當成就少了一半了 我跟妳講 一個而已 然後這時候就把我們的冰糖 冰糖 欸 好香喔 是不是 光到這邊我肚子就已經餓一半了 這時候可以再加一點水 我覺得我如果學了這道菜 我可以回去煮給我媽吃 對不對 對 他好像說兒子總算長大了 不用過來吃飯而已 而且我長那麼大 欸 我還真的沒有煮過飯給我媽吃 真的喔 欸 這道可以 這道可以 對啊 欸 剛好我跟我媽都喜歡吃麵食類的 喔 對 好香喔 是不是你就慢慢把我們的冰糖融化了 讓它有點膠狀 我們這樣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最後我們再撒一點我們的白胡椒 好 這樣口味就非常多樣 哇 這些佐料跟這些食材 真的都是我喜歡吃的 是不是 很過癮 感覺你今天是不是特別為我準備了 對啊 就是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所以我們講說就教你一道 你自己最愛吃 然後自己回去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 譬如說你搞不好喜歡吃醋 然後再加一點醋啊什麼的 味道又更不一樣了 加不一樣了 對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先關火 然後接著來煮我們的麵 沒問題 接著呢 我們要來煮麵了對不對 對 有發現有什麼奇怪的步驟呢 因為我們這個麵我是加了這個氣泡水 喔 氣泡水 我第一次聽過耶 因為怕你煮麵不小心就是太軟或什麼 用氣泡水 因為它有那個氣泡成分 所以它可以讓麵變得比較Q 喔 欸 我今天我又學了一招 原來是可以加氣泡水 對 我們就把我們的關廟麵丟進去 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等它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了 沒問題 來 你看 冠志 你很快自己就做出一道今天自製的這個 炸醬麵 我都不知道我這麼厲害 可以做成一個這麼漂亮 然後色澤這麼好看的一個炸醬麵 講真的 我如果沒有Iron今天下午 我今天也沒辦法做出這麼好看 又感覺又很好吃的一個炸醬麵 所以你自己現在回到家 就可以這個很快速的做做看 然後搭配著我們的紅酒 所以感謝冠志今天過來 Cooking Love 分享愛